大家好,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如果说航空母舰是海上作战武器中的底牌 那么过于航空母舰中的舰载机 绝对能够算得上是底牌中的底牌 舰载机的性能决定了航空母舰的战斗能力 舰载机越多,则这艘航空母舰的威力也就越强大 如果一辆航母没有舰载机可用 那这艘航母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 最近土耳其就遇上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他们的准航母即将服役 但是却没有舰载机可用 这着实让他们着急了 近期美国对土耳其停止了交付F35战机的计划 引发了热议 这个计划的停止除了影响土耳其空军 未来20年的升级计划以外 还将对土耳其的海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土耳其即将服役一艘排水量接近3万吨的两栖舰 打算让其在自己的海军中扮演航母的作战角色 这对于他们的海军影响力 以及在地中海对付对手的优势而言 也具有着很大的作用 他们严计划是要为这艘两栖舰 采购进20架的F35B战机 但这一计划随着美国的停止供应 而基本是不可能完成了 土耳其将要建造的这艘两栖舰 采用来自西班牙海军的战略支援舰设计 排水量快到到了接近3万吨 也让这艘两栖舰得力拥有了更大的机库 它号称最多可以携带12架F35B战机 以及他们国产的T129武装直升机 但在遭到这样的变化后 这艘军舰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并且更为糟糕的是 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AVB-8 以及F35B战机两款新翼的这类战机 前者已经停产 而后者虽然是提升两极舰作战力的第一选择 但目前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来 就连中俄两国也没有生产类似产品的能力 所以没有了美国的供应 这座舰基本上是找不到这种型号的舰载机了 我国在开工了多艘057型两极舰之后 有传言称一款新型的战机正在被我们研发当中 但这个也只是传言 并且在短时间内是几乎看不到交付的可能性的 而且就算这款正载机成功研发出来 我国也很有可能将不会将这款战机对外输送 你们觉得对于这样的局面 土耳其该用怎样的方法进行应对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